女孩整天在家处理尸体 发出叮叮光光的声音 邻居们却以为她交了男朋友 成群结队地趴着偷看 可当她把尸体拖出厕所的时候 邻家女孩吓得直接晕倒在地 原来躺在地上的男人正是她的男友二度 女孩只看到柱子一脸享受 却必知自己的男友已经死亡 闺蜜们断定柱子是个渣男 一定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必须斩草除根 此时柱子的亡魂来到阴间 一脸生无可恋 身为警察的她即将破获一起大案 如今却死得不明不白 男人恳求阎王奶奶放自己回去 却遭到了对方拒绝 情急之下柱子掏出武器 将枪口对准阎王 没想到阎王奶奶也怕死 柱子让她趴在地上 还用手铐把她铐了起来 随后她修改了死亡数据 骑着奶奶的摩托车重新返回了人间 不一会儿 下一个死者小胖出现 看着被绑了阎王 小胖赶忙上前营救 阎王申表感谢 决定放她一马 实现她的一个愿望 小胖思考片刻 泰国队进世界杯 此刻的阳间 装尸体的竹箱突然开始晃动 警察二柱子成功复活 为了不打草惊蛇 她往里面塞了一堆杂物 随后锁上香门 柱子回到女友这里 决定今晚去楼上抓捕罪犯 一旦成功 自己肯定升职加薪 小美根本不知道 男友私利逃生的事情 此时她只想剁了这个渣男 女孩说要去洗个澡 单纯的柱子果然上当 小美捆住柱子手脚 随后拿出一把崭新的屁股刀 柱子就这样冤死在了女友手里 短短半小时 柱子再次来到了阴间 这次的她连个苦茶子也没有 阎王奶奶很生气 对着柱子足足践绝了72小时 随后顺手将她删除 另一面的小慧找到闺女 将家里的四具尸体全都装进皮卡 驾车来到一处找人 把箱子全都扔进 二人刚刚离开 沼泽地里便冒出一个黑乎乎的脑袋 此人正是被阎王奶奶复活的小胖 男人走在街上 向刷碗阿姨借水洗了把脸 随后回到家 好好洗了个热水澡 望着身上的蛋黄 小胖内心一阵茫然 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不容易处理完尸体 小慧决定赶快跑路 她来到半甲正的窝点 等待她的却只有一把手枪 原来女孩私吞五百万的事 已经被黑老大知晓 杀手接到命令 拿到钱后便杀人灭口 不知情的闺蜜还在院里闲逛 刚一进门便被男人 杀手举着枪 女孩开着车 小慧知道自己的生命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闲来无聊 杀手在车里放起了音乐 好巧不巧 磁带播放的正是 她妈妈生前最喜欢的歌曲 杀手突然伤胆起来 让女孩将车停在路边 自己趴在车窗哭了好一阵 音乐一停 女孩果断反抗 伴随着 杀手竟出现在了 阎王奶奶面前